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首先我們從政治綱譜開始講 政治綱譜來說 我們現在就叫做 黃絲和藍絲 以前我們會叫做 法文VS的建制 我們一向會說 所謂六四的黃金比例 六成的人可能是 黃絲的,四成 大概是藍絲 如果你回到 去年立法會的選舉來看 大概是打破了 你當是55% 是黃絲 45% 的人是藍絲 大概是這樣 而黃絲和藍絲 當中也有所謂 心和錢的分別 心 可能在政治綱譜中 在極端中 很原教旨主義 很講立場 例如我們就是心王 我們堅決不肯去玩小選子選舉 不認同 假的特首選舉的人 我們就是心王 如果說心藍,心藍是什麼人呢? 可能支持林鄭月娥 很擁抱中央 李思煙 傅鎮 傅鎮 那批心藍 那淺王是什麼呢? 淺王就是那些 可能當他參與戰領 但只是去金鐘 去金鐘集會 唱海闊天空 然後開著手機 閃光 就當自己參與戰領 那些就是淺王 那淺王 淺藍是什麼呢? 淺藍就是靠攏中間的那批 那些就是 自由黨 自由黨 也有人支持薯片 那些就是淺藍 那些就是淺藍 其實 羅永聰的選舉策略是非常聰明的 純粹 如果你問我們 對於整個特首的投票 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就是Evil 我們不能夠參與 所以用來氣票 這個立場很清楚 但我們暫時先放在一旁 我們純粹是一個選舉策略去講這件事 當你是羅永聰的時候 你要為薯片 去打一場的選戰 OK? 當然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選舉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選舉 大家都知道 但他嘗試就說 我們都當你是一個真正的選舉去打 我真的當一個真的選舉去打的時候 假如我是羅永聰的時候 我如何為薯片爭取最大的支持 如果我說 我要所有人支持薯片 這是不可能的 選舉上不會有這件事 因為選民是有不同的政治光譜 你只能夠去爭取某一些政治光譜的選民 而羅永聰看得到的 咦? 林鄭出來了 他很明顯 又是這個689的2.0 又有這個所謂中央的陰點 他肯定是深藍的 肯定是深藍支持者 會去深而支持他 OK? 他動不了深藍的選票 好 接著 在深藍的支持者 深藍的支持者 就像我們這些人 要麼就會投氣票 要麼就會支持胡官 因為胡姑的政綱 真是相似傳統泛民的政綱 即是說一套 所以羅永聰很快就發覺 淺王和淺藍 先是他們的市場 如果用回他們的話語就是重點的市場 OK? 我要爭取這兩批人 這兩批人有什麼特點? 我要知道我選民的目標的特點 我才懂得如何討好他們爭取的支持 這兩批人有什麼特點? 有什麼特點? 羅惠春就說 非政治的 即是平時不理政治的 他是看TVB的 或者就算是看報紙 其中只是看娛樂版的 他們喜歡明星的 所以喜歡周潤發的 這些就是所謂的淺藍 淺王就會多一點 淺王會是什麼呢? 淺王他們都是會 平時不理政治的 但他們除了看TVB之後 可能他們會看蘋果日報 他們會覺得 我已經懂得看蘋果日報 而且他們都是只看娛樂版 只會看八怪的 但是他們會多一點點 就說他們曾經戰領去過金鐘 就是去過金鐘 就以為自己參加了戰領 即是說 在羅惠春的眼中 這一批所謂淺王或者淺藍 根本就是一批白癡 平時根本不懂什麼叫政治 他們甚至不知道 原來在整個特首投票當中 你是需要拿到601票才當選的 他們會以為 你投稀票 你支持了胡官 你會戒票 會戒掉薯片的票 淺王和淺藍 就是這批這樣的白癡 所以羅惠春就發覺 我要爭取這批白癡的支持 那我怎麼支持這批白癡的支持 我知道我要做點市場在這裡 我知道他們的特質 現在我要純粹在Facebook的策略裡面 純粹在Facebook的頁面上宣傳 那我怎麼做呢 我究竟怎麼搞Facebook 可以買到這批人呢 我覺得羅惠春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基督徒 如果他有基督徒 他不會說這句話 或者我正在抄襲基督教 或者這樣說 後來他留意到有些基督教 可能一些教會 或者剛才羅惠春所說的一些牧者 或者一些基督徒的頁面上 他發覺了一件事 他發覺 咦? 不是啊 OK啊 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騙倒例 什麼叫騙倒例 就是說 發覺 其實 因為我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 很多一定是基督徒 很多一定是基督徒的上宣 但是 我們嘗試現在抽離 抽離我們這個基督徒的身份 從事代入羅惠春 一個可能不認識基督教 就是沒有我們這麼深入去認識基督教的人 去看回基督教 他會覺得什麼呢? 他會覺得 咦? 基督教 或者扣過基督教的媒體 給他的印象 就是一種很容易騙到八千里的形象 或者是呈現一種正面的 正能量的 畫面很和諧的 很多笑聲的 報喜不報憂的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絕對不會出現一些負能量的事情 正如羅惠春在那個講座所說 我們未必一定要回應現在社會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中央現在在參與香港的一國兩制 或者說東江水 最近說的東江水 又要加水費 這些事情很不公平 又或者發覺 不是香港的貧富懸殊 很離譜的 甚至在深水埗有些所謂露宿者 他們幾乎被火燒死的 不需要回應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如果出現在Facebook上面 淺黃和淺藍的人 是不喜歡的 因為他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已經很混亂 所以我們盡量在Facebook上面 讓別人看到一些很和諧的事情 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看到薯片好的一面 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覺很奇怪的 曾仲華成為一個所謂特首的候選人 但是在那個競選期間 其實他的Facebook 沒有什麼去講政治問題 沒有什麼去講社會問題 你只看到他的相片 就是每天去到一些群眾當中 很多人圍著他 或者偶爾出兩個好像金句的畫面 信一個人 不如去相信每一個人 這些事情很好聽的 這些事情 這些就是他在Facebook上面呈現出來的畫面 就是給別人一個策略 總之你看到就是開心的 你會喜歡的 但是你不會看到任何一些 所謂我們不開心、負面的事情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就是羅永聰口中所說 就是基督教就是這樣 今天基督教被人看到的事情就是這樣 好像主愛林鄉江也是這樣 他說很多很好的事情 但是他從來不會批評梁振英 他從來不會批評過去的特區政府 甚至不會去襲罵指出 北京不斷侵蝕香港的一國兩制 他不會說李波士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說的 今天基督教就是這樣 總之不會跟你說任何負能量的事情 不會跟你說任何所謂撕裂的事情 也不會拿著一本聖經跟你說 制度的罪惡等等 不會說制度的腐敗 甚至不會說自己的教會本身都是一種腐敗 更加不會說這件事情 羅永聰所說的 在抄襲基督教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而他 我純粹用選舉策略來說 羅永聰是正確的 他用這種方法 去包裝薯片的Facebook 你看到多少人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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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所謂沒有腦的人 所以在政治 我會說羅永聰是做得絕對對的 雖然我們不認同薯片這個人 但是純粹從一個選舉策略來說 他所做的事是絕對正確 是應該這樣做 真正要值得反省就是 你們這批所謂黃絲 你們這批所謂薯粉 在羅永聰眼中你們就是這麼膚淺的了 完全不認識政治現實的 什麼都不知道的 看看TVB 你的世界就是TVB 你的世界就是蘋果日報 連究竟什麼叫做特首投票都不知道 連拿601票才能夠當選你也不知道 胡國興出來又說戒票 我們這些說氣票的你們也說戒票 到結果出來了你們就沒話可說 人家叫Alexa Evil 你也叫Alexa Evil 薯片說我們搞政改要忠守831 因為831是一個法律的基礎 你也說沒問題 羅永聰說也是對的 你白癡 你批 在Facebook寫幾句好的東西 相信一個人不如相信每一個人 我相信香港 你們又like 薯片都說要搞白衣 你也說他是好人 又說Lexa Evil 你說自己參與一個戰領 你竟然會去支持一個 藍絲都支持的人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說不通了 白癡 白癡 民主三百家的選委也是白癡 不是 我想說那些不是白癡 民主三百家 由一開始 他們就說要去 薯片 其實因為我們也參與過一些基督教 或者基督徒的選委的分享會 我必須補回一句 在我認識當中 真的有些基督徒的選委 他們是真心的 他們都明白 他們可能投票 是未必可以改變到的事實 他們只不過是希望 他們在思考 如何用這一票 去能夠盡量做到最多的事情 我們所謂的公民教育這件事 我就算代入 我就算代入他們這個良好的議員 我都必須去說 你做不到 你們去薯片的時候 你做出來什麼呢? 就是引導你們口中那批民眾 去支持一個政綱 就是覺得 白癡也OK 或者你是引導這批相信你們的市民 去一個情況就是說 23條 23條是OK的 就把它斬件上 或者遲幾年才去立法 沒問題的 這樣 你不單止是出賣了自己 作為民主派那種的信念 那種的原則 你還是把你的民道誤導 去一個以為是一個好的良好意願 但實際上你誤導了他們 你不是引導他們去爭取民主 而是引導民眾 投向藍絲的陣營 由結果來說 的確是這樣 所以不懂得搞政治 就千萬不要搞政治 這是真的 但也要讚我們 讚我們門徒 由最虛擦港 就要投氣票 完全堅決不要玩特首選圈子 就算給鄭漢文這些人 在交流會 分享會上 我們也無所謂 因為由結果來講 結果出來 他們就知道自己是錯的 他們就知道自己是在誤告我們 所以在分享會那裡 我們完全沒有為自己出過一句話 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在投票日 那個結果 就已經可以為了我們說話 去證明我們這個策略才是最對的 而我也要去讚我們支持者 我們去聽動你們 你們真是最厲害 你們不是羅永聰所說的那批白痴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們也從此到中 認同支持氣票白票的理列 你們是非常好 這是由政治上的總結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一個圖的團體 所以我們怎樣 最重要的其實都是宗教這一方面 其實 原來在羅永聰 或者一般人的眼中 今天幾乎教的是什麼呢 原來今天幾乎教正由羅永聰所形容 就是那種可以有技巧溝通 但是不需要有態度的 很裝模作樣的 可以騙到的 非常正能量 或者很和諧 不要跟我爭論是否 至少在羅永聰的眼中 一定是 甚至乎 按照他所說 他用了基督教這種方法 去包裝曾仲華的Facebook 你看到曾仲華的Facebook 就等於看到今天基督教整個現象 就是剛才所說的 有技巧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態度的 就是說 對於真意識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有態度 不需要有立場的 總之表現到很正能量 很多很好的東西 寬笑的和諧的 繽紛的彩色的 總之我們在教會時候 會說那套俗語就可以了 但是一些很負面 或者指出這個罪惡 批判社會的罪 批判政府 不要說 也同樣在曾仲華的面書專業裡面 是看不到這些事情的 而今天在羅永聰的眼中 甚至在他妹妹的眼中 他妹夫的眼中 我夠膽講 在大部分所謂未送的群體當中 今天就是這樣看我們有多少教 那你不死得 有多少教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基督教就是喪失了 那種所謂指出罪惡的功能 我們不是這樣的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